外國人 緊張 八月初吧 他朋友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跟我說 阿姨你兒子到柬埔寨了耶 那當時我嚇壞了 我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先跑到我們當地的派出所 我去問警員 查一下他的出路徑 一發現18歲的兒子阿國 跟同齡的友人 一同前往柬埔寨賺錢 阿國的媽媽只擔心兒子安排安全 直到那一刻 接到人的那一刻 我心才放下 所以說順利召回兒子 但阿國對媽媽相當不諒解 據了解當地人蛇集團 最大蛇頭是一名34歲的流姓男子 綽號宇安 老家在高雄三民區巷弄內的社區 綽號宇安是透過隔空遙控載台組織成員的方式 從111年3月起騙了超過200人到柬埔寨當豬仔 人設集團每載一人就能獲得3000美金的報酬 他們還擅長利用人性弱點 將被害人轉成加害人 會讓願意聽話的豬仔吃得好睡得飽 業績達標後還會帶他們到酒店循環 而有些被害人就此淪陷 但卻因為組織的叫戰守則 讓有雙重身份的他們可以偽裝成被害人 反台面對警方的偵訊早有應對說辭 增添辦案難度 除非有豬仔指認 不然這些人很容易成為漏網之魚 而警方也強調柬埔寨官方在國際壓力下進行掃蕩 也讓羽安的人蛇集團將重心裝往緬甸發展 提醒民眾想到國外工作 還是要多留意高清陷阱 體驗